大家好,我叫于苏萍 我是天大的留学生 我们技术学士光源系务 你们首先看一看并列广市 并列广市就是一边一边 我们可以说 他一边学士一边听音乐 就是这么简单 那个意思就是两个都是 好面的 就是好的一些不是不好的一些 你们也可以不可以说一个主题吗 有个人可以不可以说一个主题 谢谢师傅 认识他 爱康认识他的家人 他什么都认识 他意思就是两方面都是好的意思 这里没什么不好的意思 非常非常喜欢 他的爱好就是他有事 他什么都忘记 有加法 加病友 加东西 加财 我知道 他有加速度加热 他全速度 在书上就是 第二个和第九个格式 这个是 主油墙巴 加病友 比较洗好了 这个是 结果不有 他把钱笔拿出来了 这个是 就像不有 还有 还有李自上 还是 他把汉词写得很满 这个是常才不易 对 比如说 我把手机放在车子上来 还可以是 学生们把联系写到 写到 这个是 什么叫 什么叫 英文 我们怎么用 英文句 好 首先 这些分类是两种 一个是 是否的 还有一个特殊 这些是如果 文别人就是 识还是 否的 答案 还有那些声色是 语文句 在英文 英文中什么意思 那些哪里的意思 什么 还有什么颜色的 什么时间 什么鱼 什么河学 这种声色都是 文句 这么用的 好 那如果我们说 你和什么 答案的时候 我得解 我是常识 都是地方的 我们地方是喜欢用 哪 或者哪里 那我们如果 我们拍一个 语法 又不是 社交媒体 狗牌 尤其是 文句 一定有语文句的 例如说 你识什么 那大家应该是 一个人的 所以应该是 人家的 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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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可以帮我尝试 然后再进来某个一瞬间的一个 这个动作也可以 因为下午我去找你 我们必须有过的情况是 不忘了 你如果不顾 你如果不顾 你应该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